女人已经怀孕整整13年 却至今仍未生产 13岁的巨婴已经将她的肚子撑得像个麻袋 并且学会了说话 没事还能跟她聊聊天 可巨大的婴儿即便是翻个身 都能把她疼得死去活来 甚至连路也走不了 只能拖着大肚子在地上爬行 尽管如此女人也坚持不肯生下来 因为她要等丈夫回来 其实女人原本只是正常怀了孕 就在她即将临盆的时候 丈夫却突然有事要出门 临走前给了她一罐草药 说是可以延期分娩 嘱咐女人一定要等她回来亲眼看着孩子降生 女人哭求丈夫不要离开 但丈夫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转眼13年过去 每当要分娩的感觉来临 女人就会吃下一颗草药 如今草药只剩下一颗 家里的食物也消耗一空 这天女人听到外面有动静 以为丈夫回来了 拖着大肚子向门外爬去 肚子里的孩子问道 并不是期盼已久的丈夫 是一只被铁丝缠住的小猫 好几年没吃上肉的女人 缓缓举起了锤子 女人把小猫摆上了餐桌 两人愉快地吃了一顿猫刺身 脏兮兮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而身体补充了足够的营养 孩子就迫不及待地想出来了 女人怀孕怀了13年 孩子大到像是要撑爆她的肚子 自打女人怀孕后 丈夫就离开妻子去了战场 留下一瓶可以延缓分娩的草药 她让妻子一点一点吃 一定要等她回来再生孩子 丈夫离开了 女人一等就是13年 如今草药吃到只剩下一颗 家里早已淡尽两绝 巨大的肚子让她无法正常行走 女人只能爬着出门找吃的 今天幸运地找到一只小猫 女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锤子 小猫被端上餐桌 两个人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可孩子吃饱后力气更大了 她迫不及待地想出来 女人赶紧找到装药的罐子 却发现草药已经没了 女人疼得直接倒在了地上 她满脸痛苦地祈求孩子再等等 但孩子早已受够了漆黑的世界 在肚子里不断翻滚着身体 一双小手不停在母亲皮下游走 然后摸到了脊柱 女人还在让孩子别闹了 结果 咔嚓一声 女人断气了 婴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母亲肚子里翻了个身 还体贴地安慰妈妈 婴儿太过巨大 正常的生产是不可能的 她只能破开母亲的皮囊 女人怀孕13年 肚子直接撑成了麻袋 宝宝在里面翻个身 女人都会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眼看肚子都要被孩子撑爆 女人却坚持不肯把孩子生下来 因为她要等丈夫回来 原来在女人怀孕的时候 丈夫有急事外出 为了成为宝宝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 丈夫给女人留下了一罐草药 这瓶草药可以延缓婴儿出生 女人听话地吃着草药 一等就是13年 家里的食物早已消耗一空 这时肚子里的孩子说话了 女人怕饿坏孩子 只能对无辜的小猫咪下手 吃了肉的宝宝又开始长大 这时女人才发现草药吃没了 被封印13年的宝宝 没了药物压制 祸不及待地要出来 母亲不断地哄着她 让她再等等 等爸爸回来 可宝宝实在等够了 只听咔嚓一声 女人断了气 孩子痛快地翻了个身 把母亲体内的所有骨架掰断 连着内脏一起挤出体外 像穿外套一样 把母亲穿在了身上 接着她剪掉 怀孕时撑大的肚皮 处理掉母亲的尸骨 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可就在这时丈夫回来了 女人问她这么多年去了哪里 丈夫刚要说话 突然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女人赶紧解释说孩子流产了 看着依旧美丽的妻子 丈夫毫不在意地说 当然你能够 看着你 的 谢谢大家